如果一名歹人入室抢劫 结果误入一家格斗俱乐部 那下场肯定是老惨了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这种例子还不是一次两次 我们今天就来分享四个笨贼与壮汉的故事 为了避免观众引起不适 这里去除了惨不忍睹的画面 但故事真实有名有姓均可插到 请各位观众放心实用 在洛杉矶北部的一个小城市 一位体型瘦弱的小伙子 抄着家伙跑到一家俱乐部打劫 空气中弥漫着诡异的味道 里面是一些五大三粗的壮汉 原来这是一家名为嚣张的综合格斗俱乐部 很多职业MMA选手都在里面训练 当天晚上有一个名为雅各布鲍威尔的小伙子 鲍威尔职业MMA战绩不佳 但这个人能处遇到事还真敢上 鲍威尔趁笨贼不注意上去就是一个鞭腿 然后这位笨贼就变成了免费的陪练工具 被巴西螺术牢牢锁在地面 还好警察及时出现把歹人从受害者手里抢了出来 这位笨贼被担架抬去了医院 在病床上录下了自己的口供 很多人担心UFC女选手结婚后会不会打老公 这位笨贼就免费体验了一把 维亚娜绰号铁娘子是UFC女子草量级运动员 要身材有身材要实力有实力 一天晚上一名歹人看维亚娜比较好欺负 拿着一把用纸板做的假枪要抢维亚娜的手机 维亚娜二话不说 框框就是一通组合拳 撂倒后又拿后背做裸脚 总之就是老惨了 根据后来流出的照片来看 小伙子已经变成了猪头 直到执法人员到来 这位笨贼才得以虎口脱钱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城市 有一个名为安吉洛马丁内兹的小伙子 小伙子二十岁 游手好闲 萌生了劫车的念头 这个小伙子看起来不太聪明 为了给自己壮胆 马丁内兹还揣了一把假枪 马丁内兹见三名男子钻进一辆汽车 以搭车的名号也跟着钻了进去 殊不知这三名壮汉是刚刚训练完的橄榄球运动员 橄榄球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毫不夸张的说 比NBA球员的身体素质还好 很多拳王以前也在打橄榄球 比如前重量级拳王维尔德 然后马丁内兹就体验了一把 什么叫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一顿拳打脚踢 潇洒的马丁内兹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随后就被送进了耗子里 在山东宾州 一个小偷正在车上盗窃 车主在三楼看得是一清二楚 车主大吼一声 窃贼落荒而逃 正所谓光脚不怕穿鞋的 车主当时穿着拖鞋 把拖鞋一扔 光着脚就追了过去 为了保留证据 特意找了个有监控的地方 把窃贼降服 更搞笑的是 窃贼不服 提出再单挑一次 然后就又被降服了一次 后来有媒体采访 原来车主是一家武校的负责人 在泰拳比赛中拿过冠军 退伍前还曾是一名侦察兵 脱鞋一扔 然后这个 我就光着脚 光着脚不出声 到红灯都入主了 因为那地方有监控 是吧 咱逮着他的时候 最后再补充一点 这些故事都是特例 拳途一乐 要是普通人遇到危险 第一选择 还是有多远跑多远 喜欢拳击 与格斗的朋友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是阿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留步